如何在SummerSale裡面生存 方法1 用完這些錢呢Origin 或者剪爛了這些使用卡 以及燒了這些錢去 方法2 停在玩遊戲的demo版 應該是不用錢啊 方法3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一年一度的SummerSale 在Steam上已經開始了 如果大家忍不住想買這遊戲 又不想用錢呢 是有一個方法的 不過呢 首先你要賬業有錢 有一個方法 那你就可以在Steam上退錢 那你就 買了自己心儀的遊戲之後 就可以去到Steam的客服 然後在Steam的消費呢 那你再選擇 你想退錢的遊戲呢 那你選擇了之後呢 就可以 那 這裡也看到我很多 退了費的遊戲 那 作為一個 證明是可以成功的 那 那我再看一下 一個未退的 那 這個遊戲呢 就已經退不了了 那是因為呢 我在5月的時候就已經買了 那 退錢的 退錢的 原因呢 就是條件呢 就有兩個 首先呢 你就要 在購買 後 兩個禮拜內 就要退錢 而且要玩少於兩個小時 你玩多一天 他都不會批給你了 那他 通常呢 就有個 時間隔 通常7天內 就要付錢 所以 你要想定自己 那我銷售裡面 想買什麼 遊戲 那好吧 各位觀眾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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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